當然中美之間的關係繼續緊張 可能長期都是我們在講的議題 當然美國用什麼形式去處理中國這個問題 當然最近有一些媒體都很刻意去報導 就是說美軍發明了一些新的戰略 能夠透過一些快沉 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新的武器 特別有一個叫做QuickSync 就是一個很低廉的炸彈 配備成本單的GPA系統可以跟蹤漂移物 各樣各方面的 剛剛在上個月美國空急軍在墨西哥灣 發生了一個B-2的隱形軍閘機 測試了這一種反制導彈擊落了相關的目標等等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有這個武器能不能夠造成一種對中國的阻嚇 似乎也都不是太能夠了 因為第一件事其實你說針對美國都成為了中國的一個國策 因為實際上習近平在他的治理方面是完全是交不到功課 無論是解決經濟問題民生問題 或者甚至疫情都已經完了很久了 但是完全中國的經濟完全不會恢復到等等 再加上中國支持俄羅斯或者支持緬甸這些侵入國家 或者甚至在這個巴勒斯坦問題上面 其實是支持哈馬斯這些恐怖組織在搞屎棍等等各方面 所以都令到究竟中國作為一個搞屎棍 究竟被它搞到什麼時候呢? 這個搞屎棍 這個搞屎棍用什麼方式去懲罰搞屎棍中國呢? 當然有快有慢的 剛才講到就是說會不會有一些厲害的武器啊? 甚至會不會利用對付這個真主黨的模式啊? 用這個全夫機炸彈啊 來去對付中國呢? 那又未必的 因為實際上你要埋起中國領袖的身 或者甚至能夠裝到有關的裝置 其實都有一定難度的這樣 雖然我們都不否定 其實如果美國要做的話都可以做的 但是你想可以這樣想 但是就不做到就真的是無人知了 那當然這些這樣的厲害武器 大家都會預視會不會特別是針對這個 就是台灣海峽可能出現衝突的時候 美國、美方隔入了 那究竟用什麼形式隔入 就是會不會用一些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喜歡用一個 就是俄烏戰爭做一個參考啦 或者甚至就是以色列去到針對這個 這個就是克馬斯 來進攻用什麼方式 那當然我想很快會想到就是 當然你說針對台灣其實都是 都是一個要攻防大陸可能比較困難啦 不只得烏克蘭 但是實際上要防守的 可能一些反導彈系統啊 各方面啦 但是你說可能反而是針對這個中國的 那我突然間都會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一些 就是除了一些地面戰爭啊 或者是網絡戰爭 當然網絡戰爭也有幾種啦 那譬如怎樣針對中國克俠 可能去到入侵 那美國一些重要軍事設施的一些網絡系統 都是一個其實在美方都要考慮的一個部分 因為實際上你說 早上之後譬如有一些在英國的媒體 他們收到一些網絡公司的一些提示 就是說有國家級的一個網絡攻擊 那就是說其實在國家層面進行網絡攻擊 這個網絡戰爭呢 都是成為了地面戰爭之外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當然你說說到俄烏戰爭 那不是沒有網絡戰的 但是實際上 就是說你說網絡戰本身 其實你說癱瘓了這個當地 可能跟政治啊 商業經濟有關的網絡 那我相信其實去到這一段時間這麼久 都已經可能有相關的一些反制措施了 那另一件事就是 反而會是一個就是 特別在台灣如果你說針對這個主題 你反而是針對在台灣裡面一些叫做台奸 無論是中天啊 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台灣的網紅啊 被中共收買回中國做這個政治宣傳啊 或者甚至可能是一些台灣的一些政客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被中共收買啊 好像是阿民治 只留意這一類啦 那一些這樣的人啊 那各方面啊 來到去就是 透過針對執政黨啊 擾亂台灣政局啊 造成民生不滿啊 那這些方面反而是一些 相關的一些政治滲透啊 那各方面呢 可能比起這個武器呢 那個部分呢 是來得更加就是 更加重視 那當然如果你看回關於 就是除了是快尋啦 就是QuickSank之外啦 那我想另一個 很多朋友都會關心的 就是說如果真的 就算你說攻台 那其實我想 那在台灣都已經有一個就是黑洪學院 那黑洪學院本身 大家有留意到 黑洪學院本身的一個頻道 那它都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解放軍在福建的福州 就是甚至在一些隱蔽的地方 都已經有很成熟的一些 軍事訓練的一些基地 甚至是一些相關的設施 其實是準備 隨時有軍事襲擊的時候 可以準備的 那當然 第一件事我們會說 如果解放軍真的要打台灣 第一件事 它會選什麼時候會打台灣呢 如果你說其實 連台灣大選都結束了 那也都不會拖到去到2029那麼久了 那因為你就是大清德執政都起碼 至少現在我們都會相信民進黨長期執政 已經是一個主要的趨勢了 那國民黨不可能在這10年 除非國民黨滅黨而已 那反正說都沒有什麼可能有機會再重新執政 如果看現在國民黨本身的領導層 就是無論由這個馬英九啊 朱合倫這些都是被中共收買了 就是沒有一個正正常常的 沒有一個獨立 沒有一個愛台灣的國民黨的人 能夠開票的話 國民黨都是繼續炒車的話 那就是反而我會覺得 就是究竟去到什麼時候 如果你問這個問題其實也很重要 如果你是習近平 你覺得什麼時候打台灣 是最適合的正義 你看回2022年2月 就是冬奧開始之前 就是冬奧開始之前 沒有多久的難 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你看到其實 就是冬奧完了才打這個窩囊 那你覺得 普京在什麼時候 他覺得這段時間 入侵窩囊是最適合的呢 我覺得其實 難道不少 習近平都是思考這個 普京 入侵窩囊是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教材 或者很重要的思考根據 去看回什麼時候 攻打台灣是最適合的 所以其實 如果有可能的一個部分 比如可能 你會看到突然間 就是 俄羅斯覺得 沃克蘭本身的政局很不穩定 第二件事 可能也都會看到西方國家的經濟 不是那麼好 也都未必 那麼想直接立即加入戰爭 那麼簡單用這兩個方式 台灣復勢不穩定了 可能這個不穩定 是中共自己本身 去到自撤的一個不穩定 未必我們正常人所想的不穩定 那會不會是清算安民節 或者是被中共覺得台灣戰局不穩定 或者甚至叫綠色恐怖 第二件事 那 譬如剛剛美國減了半年息 那你都看到經濟 因為要減息 其實代表經濟要 要 要 要搞定 或者再不需要 覺得經濟太強了 要加息 要減息 那會不會也是一個 作為經濟衰退的信號 是被中共覺得 現在是一個時候會打台灣呢 因為西方國家 要處理自己國內經濟問題 未必去干預台灣 那會不會是用一個 其實這麼片面簡單的理由 就會覺得是一個 攻打台灣的時機呢 所以我想 就是 這些武器很可能對中共的阻嚇 未必真的很大 但是反而是 既然大家都明白 台海戰爭和俄烏戰爭之外 其實一定會打的了 也都不可能不打的了 問題不是說 中共計算戰爭的勝算 而是覺得 戰爭可以作為 轉移中國人 國內的人民 對國內不滿的一個 政治手段的話 那究竟 就是 它以中共計算 什麼時候是開戰的時候呢 那也都不能 那當然再加上就是說 如果去到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連中國輸出去外國的電動車 太陽能板 李煉池 鋼材 各方面 都被不同國家 徵收很重的關稅 或者甚至是 進行不同形式的禁運的話 那也都會不會是促使到 中共要透過戰爭 來消耗這些 這樣的 未必和戰爭有直接相關的 軍需工業的產品 有些可能就是 因為戰爭需要 很可能就會大眼生產 維繫著經濟發展 或者甚至繼續 製造就業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都是一個 幾千千萬樓不能夠 就是三元兩二可以說到的部分 好久不見